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弃者莫若长子 劳寿之以振 振者动也 主弃者 这个弃就是全家之宝 下面那个顶 这个顶是父亲生前的地位权力的象征 包括你是诸侯 以前那些封建社会就是天子给你一块地理 你是广东 在广东拿一块泥 给一块广东的泥 你就用一个土地 在天坛那里 现在也有 原来有一个规矩 在天坛的地坛收集全国的泥土 每一年换一次 天坛原来就在那些泥 堆在那些泥 堆在那些泥 我要上次广东拿一块广东的泥 给你一块 还主了一个顶 这个顶就是你拥有广东的信物 他就黑住 几时几日 送这个顶 这个地方给你的 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 爸爸过世 就是由他儿子去继承的 我们在周代里面开始 就是长子的孙制 大儿子的大儿子是继承的 所以主器就继承 这个父亲的一切权力地位 包括这个信物 就是主器者 莫若 长子 这个中国传统如此 长子的孙制 大儿子的大儿子 如果没有子继承 就可能被人分了一个家产 在东南亚地区都是这样的 被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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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莫若 长子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不考有三无后为大 这是一样 实受之以震 震者动也 除了刚才是大儿子之外 震是雷 会动动 同时包括 做儿子的要做事 不要坐着不动 震者动也 是继承父业之外 还要整理你家族里面的币楼 希望能够改革存外 贯父业之谷 他做儿子 不要继承财产 拿去拼 贯父业之谷 不要挂他 有子 巧 无够 谷 山峰谷 震者动也 是改革父亲的家族币楼 这个谷是那些币楼 然后 有个这样子 死了的父亲 也没有灾疚 这个儿子帮你搞定了 这个就好了 家山有福 又回到拜山了 有个这样子 过了新的父亲 叫做考 他虽然以前做了一些坏事 他虽然以前做了一些坏事 到儿子替他都清理了 对吧 这个就是震者动也 不要只是继承财产 要继承这些 出境 这是汉人的 鼎是所以烹饪也 烹饪也 等于下面有四点火 所谓的忠明鼎食之家 上面这个鼎很大 有黄大仙的香炉 这么厉害 下面就是烧火 煮食 煮好之后 上面有椅子 穿的柱子 抬去分给别人吃 烹饪 烹饪 在祭祀的时候 当然先祭了上帝 响于上帝 这个字 其实最初是一个字 一个字 你可以看到 烹饪和响字 最初是一个这样的字 杜亨银行也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字 由一个字 演变成烹饪 响 响 都是由一个字演变成的 祭品 生的 煮熟它 就是烹 精神 精神 享受响 吃了之后 保佑你生子 你独合彩 这个是亨通 一个字 变成三个字 响于上帝 最重要是祭祀 这个响于上帝更重要 不是说迷信 原来是这样的 他那个主祭祀 哪个是主祭 就是 就是等于管治那个子权 灵塘单番买水的 那个大子 就是 谁穿那件校服 就是 他就 控制那个政治权力 古代的规矩是如此的 谁做主祭 单番买水的 那个真是继承 未必一定是他大子 那些权力斗争 正常下方 就是大子的大子 但可能 你也有些恶过你 他一样上老 老二老三也可以 总之 主祭祭祀 这些 拥有祭祀之权的 就是 等于管治之权 默若宠的 大子 有一个重字 多一点 没有一个重字 有一个重字 重的 色字独的 大子 莫若大子 最好是大子 不一定是大子 这里有周盏 不一定是大子 但最好是大子 莫若宠的 明正言顺 以为是其祭主也 主仔那个 固然主弃者 莫若讲主也 这个就是传统 我们中国人 由周代的 亲亲开始 一路下来 长子的孙子 转到现在 改不了的 一样都是到现在 这个顶 就是顶器 主弃者 这句弃者 就是顶器 古者用作烹饪祭字 原来 治权 就是治权 治权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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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周室主将 亲亲 以长子的孙计制 亲亲就是 亲其所亲 哪个最亲就是亲的 那个 叫亲亲 过去 就是尊尊 下商的时候 是尊尊 尊其所尊 但是 周公 他看到 过去下商 为什么政权 这么短暂 就是因为 那些儿子 兄弟之间 争权夺利 施杀 非常之厉害 就是 加强了 那个 国家的 命运的短促 所以 由周公开始 定了是亲其所亲 亲其所亲 所谓尊尊就是 谁本事的 我就尊重那个 财官高 除非很明显 这个特别是精英 其他 那些是弱智 等等 残疾人士 这个就是 否则 谁肯认自己是臭小子 所以一定是争 所以争 如果大家都这么厉害 那些权增 更加激烈 流血更加多 是吧 所以 由周公开始 就是批定 大子的大子 长子的孙 他出生组 母子也好 那个组 出生先的 你就要帮他 除非那个不行 他一天在 你都要帮他 就 杜绝了那种纷争 周公开始定 百万年天下 就亲亲 以长子的孙计势 成为一种传统的杂常 振一撒登岩 所以主此弃者 莫弱重弱 一撒登岩 韩生子第一个儿子 就是送礼 寫着一撒登岩 就是重的 就是受之以真 好了 挂持 振是亨的 振来 振振笑言 振振 振经百利 不相笔枪 读笔 读笔 笔枪 它不是一个化 只要一撇下来 就是一个化 打横的读笔 读笔 读笔 语经百利 语经百利 要识论笔 不识笔 那是不能做的 不是乱 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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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一定的定义 但又不可以执死这些例子 但又不能不知例子 挂个来源是临二之四 红色的地方去第四顾 变成了这个阵子 临二之四 而往去这个四 四就下来了 就叫做往来例 天地交 阳是代表天 阴是代表地 一上一落就叫做交 阴阳双交就能够亨通 这个通字是解了一个亨字 阴阳双交才能通 阴阳闭息就不能生物 规矩 规矩字是从老虎尾 从虎字 你说还能踩到老虎尾 对吗? 规矩是震孔之谋 规矩是震来规矩 是踩到老虎尾 震来规矩是踩到老虎尾 你踩到那只猫也不行 老虎尾 这就是会议字 会议字 会议字 为何呢? 因为四是失位 四是失位 阳居阴位 就害怕了 失位 来应初 四应在初 四应在初 来应初 但是敌应 你看我用了一个交叉 是代表的 这里 四去二之四 就变成了这个 是吧? 初应在四 但是 阳见阳 叫做敌应 所以最初的时候 不能相应 我就给了一个交叉 好了 这个初 明四 知正来应己 因为 如法的规矩 得位之牛 可以令到相应而失位的一方 知正应己 所以一边 就变成一个伏挂 这样就有应了 你看看 那个红色的部分 就应这个初 初初是敌应的 是吧? 一变这样的 上华为外 由外至内 叫做来 下华 叫做内 由内之外 叫做往 往来例 你看这个红字 这里有几个例 要记得这些 至内若来 要看那些象 要看那些字 你看这个持杖的关系 持杖的关系 挂从临二之四而来 根据如是的知卦大义 阴阳双交 就叫做亨 就叫做通 阴阳双交 叫做亨 叫做通 亩 前天坤地 阳为天 坤为地 两个相交 叫做天地交 亨通 亨通 亦四 就是阴阳气通 二与四 两个相亦 叫阴阳气通 就叫做亨 第三 第三 这是根据李裔的解释 李裔是非常好用的 在《黄青经解》续篇 有李裔的周易如是例略 他没有单行本 在《黄青经解》续篇才有 他没有单行本 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些例子 李裔是做得很好 很薄的 不是很多 大家一定要看到 阴阳交 就是希通的亨 由林儿变成了阵 四 以阳居阴位 因为阴阴 阳居阴位失位 所以阴阴 阴恐惧 说明是规规为死 规规则是在说文的虎部 虎部 翼 李虎尾 规规 恐惧 就是震挂 翼 就是指震挂 踩到老虎尾 你可怕吗? 规规言恐惧 老虎就是山君 我听说 以前那些偷渡的人 他走到那些动物园里面 拿一块老虎屎 坐在身上 那些狼狗都不敢吠 不敢吠 厉害得不得了 是吧? 你何况你真致踩到他 才会规然恐惧 他不一定是好似踩到老虎的那种 为何呢? 因为他失位 失位所以恐惧 清译就是本挂寡 有些人 有些人认为 在李挂也同样有 李虎尾 素素忠吉 素素即是索索忠吉 都是惊恶恐惧之谋 是相通的 没问题 初语四应但敌应 叫做阴阳见阳 叫做敌应 如法规矩 阴阳相见 叫做有应 但是有应之中 还要计算是得位失位 你看看 如果变成伏挂之后 四应在初 四是阴居阴位 还有这个初是阳居阳 这个叫做正应 否则如果是失位 跟其他阴阳一应 就是失位 所以阴阳相见是一个例 但要计算是得位失位才会认 初语四应但敌应 逆例是得位得正之谋 可以命失正相应的一方 变正来应 这是第五 要计算是对挂的初九 记住它 要逐点记 一时记得一时记得一时记得 来往两次字都考究的 初在内 四在外 初得位 四失位 四正就成伏 六四应初阳 阴阳相得 危者使平 危者使平 并且平坦平坦 张维言又说 六子加以钱 的二五相杀 不读索 承索才读索 相求是读索的 收索 旗在六十四卦 又从 熬变消息 你看 乾坤的二五 二五 那个二五 就叫做太一 中气 两个相网来 分别产生了六子 现在你看到 坤入乾 产生了离卦 乾入坤 产生了坑卦 但包括了六子 六子在里面 除了离之外 在离 里面有个顺卦 有个对卦 在坑卦里面 又有近卦 又有个阵卦 这个是乾坤生六子 这样去的 乾坤的中气 我不理我 就画了 有简单的画法 只能看得到 旗卦的来源 可以从乾坤的二气 这个二五 就叫做中气 天地的中气 又叫做太一之气 双交而来 乾坤坤无 为诸挂之祖 先成六子 真是其中一个 六子 六个子 trium 笑言 笑得咖咖咖声 这个咖咖声 就是 戳咬 为什么呢 戳咬是德位 四失位 就 据据据 这里笑得咖咖声 德会安稳 所以挤击 是根据 挂象里面的 德会失位 这是最简单的判断 这 是唱 孝且然也,一边讲义一边在笑,只是初咬 为何?因为德正有则 除了德正之外,同时有法则 有一个法道 孝然压压,后有则也 这个初咬是在下挂,下挂称为后 上挂为前,上挂为前,下挂为后 下挂为则,有一个则,是一个法道 说挂转,真为善明,为现 真是懂得善于说话 唱歌也好听,叫做善明 初得为,所以笑言压压 根据说挂转,为何会是笑? 要背说挂转 孝文九部,是笑也 陆当明的色文,引起了马荣,叫做笑声 陆当明,我们在大会堂提过 他保留了堂以前 那个字的不同解释 或者不同的读音 他没有说是哪个对不对 总之是保留下来 你用得到对,你用回它 陆当明,引起了马荣 他解释的握字,不是笑言,而是笑声 所以,笑言压压,是一种笑的声音 就算了,就发落 认四是摩发落 信四,4是落在筷子里面 初语四援的筷子里面 就是化则,这是法则 是平准 水平尺便叫做筷子 就是法道 抑例,上挂为前,下挂为后 前后下是上挂下挂的 初位在后有得正,所以后有得 不是同一个抑 之前是这样,后面是这样,不是 是根据两后抑所做的位置而定 先后不是一个次序 是戒指 先后不是之前是失位,后来是得位 不是,是四是先 初是后,是两个不同的位置 后有则 少言是他的捕捉语 然后振经百利,不丧彼昌 这是个大子,上位之后受到考验 你能够经过这个考验 你以后都可以抓紧你的权柄 不丧彼昌 让从临异而来 因为百二十 这是解释百利的百字之所出的 举其大数 好,故当百利亚,陈百利亚 坎为击臂,上阵为窗 坤为喪 变成喪失 以至上,坤为成阵 看坎得其避窗,故不丧彼昌 你看他逐个来 震经百利 雷声响,声闻百利 亦是等于诸侯控制国土的部分是百利 这个儿子在诸侯的位置 这个震的雷声就是一种冲击 代表你一上位受到考验 你有没有害怕到 连不野铃铃铃的池羹也飞 如果能够守住 你就一定可以继续以后安稳管治座位 卦从临二的羊入四阵就成这个阵 四是失位,红色在这里 知证就成伏 伏侍五阵一阵 这是解释八字的来源 译经里,羊数是用九 阵数是用六 我们以前说过细法 细法是四支四支的 摄之以四,以降四时 所以四乘六只有24 在伏侯里面有五个阵牛 五乘24等于120 举大数是120 举大数是100 这是百字之所出 声闻百里 雷响的声音浮盖的范围是100 就是诸侯的儿子所拥有土地的位置 父亲为雷,雷声百里 乾坤生六子,镇一撒得南 即是掌南 刚才继承父亲的位置 继承父亲的诸侯之位 诸侯所拥有的土地是百里 古代天子分封 诸侯是列土封疆 数是100 第十五有个,注解有这里 他引起了郑元日礼王妒忌 诸侯封,不过百里 多了就是浅穴 不可以拿多 等于雷声在范围震经百里 诸侯和百里 与他所拥有土地盒 下面解了不丧比仗 诸侯封 诸侯封 345 看一个坑 为击臂 所以用那些木 那些好像垃树那样的木 造成一个瓷羹 是不走的 所以暂时是水 说法转是产为重击 臂是用那些重击的垃树那些干 枝干去做的 说法是臂部 臂字 臂 撇下来的花 所以你写过真人的真字 他应该是撇下来的 差一点不同 真人的真字 你不可以死人的真字 这样就错了 撇下来的 眼睛开始变化 所以那些有道无道 有功夫 没有功夫 看一只眼睛 心术邪症 看一只眼睛 他收到功夫高 眼睛开始变化 可以隐身 这是隐字 隐身 穿墙过壁 最高 百日飞升 他站在机架上飞升 真人 真的收到功夫 百日飞升 未成功 只能看一只眼睛 慢慢有功夫 可以穿墙过壁 最后飞升 真字 重化 化目隐积升 臂是相与 比罪也 臂是排列 排列后 就是比较高低 相与比罪 从反人 将人字反转来写 反人 那个人字 是这样的 这个人字 是这样的 头哒哒的 谦虚 反转就是臂字 叫做反人 臂 亦所以用臂去取凡 就是范殼 用臂去不凡 以用臂去取凡 另外臂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四 由上振为木架 为枪 这个枪是香草 它把香草浸走 令酒更加芬芳蜂蜂 原来我们在祭祀的时期 是吸引鬼神 要加重的香料 因为我们生人吃的质感 鬼神吸引那种味 所以那些老人家 在那些先人回魂的时候 说他有没有回来 就是闻一下那些祭品 有没有味道就知道 他吸引了东西 所以别说吸引 吸引是鬼 要吃东西才对 不要吸引 这是那个枪 再说一下 这个枪 遗枪 不丧比枪 比枪是酒 但浸的酒加了香草 临坤为丧 丧失 说卦传 坤为丧 因为坤 是主阴烧 月三十 便没有光 所以死 便失去光芒 临而上之坤 便成阵 那个是护格坎像 这里 护格坎 就是以坎折坤 得其避窗 坎 变成坤 得其避窗 没有便失去 有便不丧 有便不丧 没有便丧其避窗 这是挂杖 有这个障 便有这件事 没有这个障 便没有这件事 所以变成伏 便没有了 但用这个阵 是有的 便没有失去 到了这个阵挂的时期 就是仍然有避窗 到了坤便没有了 坤杖不存 便叫做不丧避窗 又护更为首 这里叫做更为首 这个阵挂 里面有个挂 叫做护挂 这里 二、三、四 护更为首 手持住的避窗 没有失去 叫做不丧避窗 有这个障 便有这件事 没有这个障 没有这个障 这个阵挂便没有了 这里还有 我们用阵挂 仍然有避窗 这个阵挂便没有失去避窗 便紧握他的权力 在手 胡滚为首下 手持避窗 便亦得不丧 下方便去了 再解释的是窗字 窗 又为祭字用的酒 观地以降臣 叫做侍窗 寻一些窗在地上 他们仍然是 在地上铺着一些矛 直接用矛 它不是这样 垂在地上便算 古代里面祭鬼神 有一种叫做侍窗的例 但是 先铺那些矛在地上 然后垂在地上 那些矛在地上 那些酒 象征鬼神 享用了这个酒 如果 直接倒是属于不敬 直之用矛 神之之也 灌地以降臣 降臣 降臣是请臣 他在上面下来 叫做降臣 雪华寺 是镇为窗 本卦 镇为和架 就当是植物 那种香草 为窗 以屈和镇 屈镇 是一种草熟 雪文 那个窗字 窗 以巨阳屈草 分方由伏 以降臣 这个窗字 是用黑鼠 黑米 加上屈草 这个屈字 是同一般的屈字 上面的屈字 是从木的 在临字中间 现在是从谷字 是不同的 两个屈字 以前是写不到 后来有个学生 帮我说文 那些字都找出来 所以什么字都可以找出来 用黑糯米 加上香草 去浸酒 产生酒的味道 分方由伏 以降臣 请臣 因为鬼臣是吃味的 我们是吃那个质感 是不同的 请他下来 一定会有些草 所以要点香 是吸引来的 那个蜡烛是见光进来的 照明 蜡烛是照明 这些明白他做什么 点蜡烛是方便的看到 香是吸引来的 从驱 驱是汽也 那个屈 是庄野的汽名 中间是酱米 这个区 靠叉 这些就是酱米 下面就是鼻 位置也是一样 位置中间里面 是消化里面装的东西 这种叫做会衣字 那些酒没有 它便会变 这里是多一样香草 那个鼻 所以是插枝 插枝 它浸了走 不是找手 下去便找个穴 扔它上来 所以《易经》就是《易经》 是《不丧彼昌》 说文里面解过《昌》字的时候 是引回《易经》 是《不丧彼昌》 它说文里面所引的《易经》是古文经 《不丧彼昌》 就证明这里是和说文有关系 以《坎水和之》 要加水 要加水 叫做《昌酒》 主要说 上针为枪 下体撑水 乃又此仗义 就是有水有酒 古人祭祀 所以用香草 生人就是嗜味 要吃那种质的味道 鬼神就是吸那一道锤 叫是嗜臭 这个臭就是那种锤 臭字不是香臭的臭 不是臭味的臭 是中性词 那种味 用句 屈知芬芳降臣 诗经大雅 上帝居音 胡臭尖时 这个音 这个音字是享受的意思 上帝 祭祂上天的上帝 祂享受你那种味道 那种味道是什么呢 那种味道 是多么分荣 分荒复育 胡臭 是多么分荣 是多么适合 大雅 寫当时祭祀的时候 那些祭品很成精 太常革命篇里面有提到祭品的重要 他说千万不要忘记祭品 另外就是拜祭之后 不要抢东西,抢着吃,失礼神 很多东西 上帝来响,何其分方方向成七合业 祭祀的时候都希望祭祀来 所以一定要祭祀 祭品要讲究 祭祀内心的诚意 另外怡态也很讲究 千万不要硬身硬小,一脚长一脚短去祭祀 祭祀不保佑,还会罚你 祭祀连言就是用这个插 祭祀 读祀 祀走礼之物 以敬成仁 不丧比仗就是主祭 祭祀之后 还做什么呢? 不走去敬那些大臣 敬那些大臣 祭祀是主祭,祭祀是主人 所以你去参加人的场合 你不是主人,你不要到处 穿回胡蝶地 通牆走 在那儿做社会,拿人的光 你又不是主人 但你到处前去敬酒 你真是不生性的 不丧比仗是主人的权力 掌控 另外一件事 说到后面 震来瀝瀝 要呼应前面 这个 刚刚身上位的人 面对冲击 你怎样面对 假如你失文落魄 连那个铃铛都吊起来 你就 没有威信 你要这样来看 总结这一个教训 祭日清天 肃忽 变为 信雷 震电 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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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